大家好,我们再关注一下 脱骨公国的社会新闻 刚刚出现的消息,突发 说在上海有一辆警车 以时速100多公里的速度 从街区上狂飙而过 撞死了好多人 车轮从很多路人的身体上撵过 现场极其惨烈 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我们要关注这个事情 刚刚看到的视频 一辆上海警车撞到一群人 大约有十几个人 瞬间被撞死了 然后从他们身上撵过 说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不得而知 说这是大案要案 所以上海这样的城市 上海北京这两座城市 没有小事情出现这么大的事情 第一时间要上报中央 让公安部迅速立案要查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哎呀 现在这些个事就很难说 因为现在公务员的日子也不好过 天天在路上罚老百姓的钱 也不是个办法 我说过无数次 在中国最好的生存模式 就是依附于共产党的体制 在中国最好的商业模式 就是做政府的生意 叫政府采购 习主席最近批示了一个很重要的文件 说要国家什么设备什么的 以旧换新 现在正在搞 这个时候很多人都在抢政府的生意 说这个公安部系统也在以旧换新 这个时候生意谁能拿得到 谁能拿不到 这取决于一个人 接下来几年 十年 二十年 能不能发大财 就这么一个赚钱的好买卖 好机会 谁都不想丧失 我听说他们是有可能与这个事情有关 就是大量的政府设备 在以旧换新的时候 一定要找到通天的关系 然后要在这一个巨大的生意面前 要抢到一碗饭吃 否则的话就完蛋了 我觉得是挺有道理的 否则你想想一个上海警车 你为什么要在路上撞人 干嘛呢 说现在公安系统这些年 非常的气愤 习主席早几年 搞一个什么政法系统的 延安整风域 抓了一堆的公安局长 然后最近几年又没钱 又把公安系统的办公军费 又把它削弱了很多 的确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所以习主席把军费是扩张了 所以军队的人里面日子很好过 特别好过 但是政法系统公安 公安法院检察院 日子都不好过 经费严重的缩减 大家都是特别的愤怒 这就是为什么两会的时候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 在上面做报告 习主席当中又发飙 公建文法系统 就是所谓的政法系统 过去就是周永康的地盘 后来又是孟建柱的地盘 是不是 习主席一直在这块 是没有占到多少便宜的 所以他在仓促的提了一个 就是什么成文新吧 一个国安局的局长 突然来当政法委的书记 这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政法系统的人并不是习包子的人 这是我今天听到的最大的一个看点 习主席为了稳定他的权力 的确是通过各种手段 收买了军队的人 所以军队的军费 那多的是花不完 随便花随便贪 但是公建法系统都没钱 习主席认为公建法系统不是他的人 首先就跟你把这个经费 就跟你砍了一刀 所以日子不好过 这个时候又要搞什么政府采购 搞什么设备更新 你说警车 公安系统那么多警车 那么多办公经费 那么多设备 你如果说你抢不到这个生意 你就没有赚钱的机会了 这是我今天听到的第一个社会新闻的 这帮孙子他就是这样子的 因为在他们眼里什么的 老百姓在街上走 在他们眼里都不是人 你死一个老百姓跟死一个蟑螂差不多 跟你拍死一蚊子差不多 大家还记得这个人开人大会的时候 有一个人民代表 一个人大代表 是语出惊人 是吧 就提出了一个新说法 叫这个屌民论 是吧 老百姓现在不像话 是不是 这个中国国的人大代表 一个女的叫方明 说百姓 中国的老百姓历朝历代都是这样子的 是交好的 不是养好的 什么叫交呢 交就是管教啊 管教管教 是不是 以前有管教所 老教所都是有交的 说中国的老百姓是要管教好的 不是养好的 是不是就像你爱的孩子 不可能是你孝子 你爱的百姓也可能 通常都是雕名 雕名啊 到底是都雕还是都雕啊 应该是都雕名嘛 是不是 然后以后是说 我们要把这个雕名这个词啊 要列入到我们的文件里面 那我们都知道 过去共产党 他有的时候说话 他特别的直诉 是不是 那些官员 就是你什么都不是 你就是一批名 是吧 所以这些年批名是不惊而走 很多人都是用批名这个词 这个批名这个词 他是这个什么 是共产党的官员给你命名的 中国老百姓都是批名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一个什么民情现象 甚至是一个思想史的现象 所以你看都知道 我们老百姓称自己叫什么 叫草民 是不是 其实老百姓这个词 它也有意思的 什么叫老百姓呢 你信什么 我信苏 你信杨 他信习 还有人信赵 是不是 就是普通人家叫老百姓 批名叫老百姓 你啥也不是 你就是一老百姓 甚至有人说自己是一草民 是吧 后来又出现了批名 然后这会儿呢 人大代表公开说 以后我们用刁民这个词 中央电视台还报道了 是不是 还报道这个人刁民论 刁民就不听话呗 不听话就要揍呗 所以它里面的关键词是百姓不是交好的 百姓不是养好的 是什么 是交好的管教 所以搞什么福利啊 搞什么为人民服务啊 都是骗红利丸的 你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屌民 所以我告诉你啊 我看见上海的这个警车开着车在路上撞人呐 这种事情我以前也看过的 比如说我以前在机关里的时候 我们公安局就有一个副局长 他犯事了 是吧 他感觉到自己要被抓进去了 然后他一开着他的警车 在街上去撞人 连续撞了好几个人 是吧 最后是有一个开拖拉机的人 看不下去了 把他的车子才给别停了 后来我们就审问他 就是你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要撞人呢 撞老百姓呢 是不是我撒气 是吧 我不高兴 他是不是 这就跟牛蒙地皮一样的 你政府官员欺负你的 你不去出门左拐式政府 你非得跑到幼儿园里面 去杀害那些小孩 那政府的官员是这样子 在他们眼里 老百姓的命就不是命 我现在心里不高兴 我没有未来了 是吧 我撒把气 是吧 蒙搞一把 我死了那倒 之后对谁呢 他绝对不敢对那些领导 是不是 他这么的就对着老百姓 对着街上的路人一通乱撞 为什么呀 逻辑前提就是自认为 这帮人就是一帮屌民 刁民 一帮屁民 一帮草民 是不是 所以比如说 你把这个中国的这个 民间社会的这些个词 你把它穿在一块 你能够想点问题的 你看草民 然后后来是屁民 是吧 完了以后后来又是什么 又是 现在又是刁民 还有这个老百姓 这些个词 是吧 还有这个人民 这个词也是个扯带的 什么叫人民呢 人就是人 是吧 人一撇一纳 天地 顶天地地 唯一的人 所以我是为什么老是劝大家读圣经的 你读圣经以后 你会发现 哇 我这么一个人 这么一个傻也不是的人 居然是上帝亲手创造的 我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 是不是 没有人重复我 我的外表 我的心里是独一无二的 按照这个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勿以稀为贵 天地之间 是吧 上下五千年 是吧 历史纵横 是吧 无论你怎么想 这个世界上 从过去到未来 是吧 从天上到地下 你是唯一的一个 我是唯一的一个 没有人重复你 你不可能被重复 所以你是无价之宝 你不是价值年成 你是无价之宝 是吧 上帝看你是贵宝 是吧 你就要尊重自己 你别人也要尊重 如果别人不尊重 你要跟他急 是吧 因为你是天地之间唯一之人 所以 关于这个人的定义 你从中国的这些个词 你会发现 老百姓 中国社会 它是从来就是把老百姓不当人的 自己把自己不当人 说是自己是草民 是吧 然后当官呢 把你不当人 说你是老百姓 说你是屁民 现在说你是刁民 所以一旦他觉得你是个刁民 又是一个屁民的时候 你又不值钱 你还不听话 我撞死 你被商量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想想 你想想这里面有些个事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可怜的 我这几天看到一个新闻 我也是看完了以后 也是很 很很很很 很伤感 说这个河南 开封那边有一个文物 古籍叫包公司 包新天 说中国的老百姓呢 叫深渊无门 没地方讲道理 然后呢 他们就跑到开封包公司门口 磕头倒算 在那里嚎啕大哭 希望包公 这个给他们主持公道 给他们一片青天 是不是 给他们深渊 大量无处深渊的老百姓 在河南开封包公司门口 嚎啕大哭 我这边呢 因为做了自媒体啊 有些个人呢 就给我写这个 写邮件啊 说苏老师你好 我叫什么什么什么 是什么什么地方的人 目前在北京上访 是吧 我是好不容易 是吧 花钱请人 给领导人家发了一封邮件 希望通过你的节目呼吁 在两回的关键时刻 能让我的冤屈 得到伸张 坏人得到惩罚 然后呱唧呱唧呱唧 把他的所有的事情 写了一遍 厚老长的 我说实话啊 说恳请亲爱的苏老师 苏先生 能够将此贼功不与众 我知道他们天天这么搞坏事情 帮我们深渊 哎呀 很遗憾 我没这个能力 而且我早就说过啊 你作为一个中国屁民 你不要去上访 上访是劳民伤财 你本来还有日子过 离上访就变成坏东西了 就把你抓起来了 上访有什么用呢 我还不如建议你啊 就是你去包包包包包老人家 包今天的寺里面 祠堂里面呢去哭一场 真的 要么你就是他妈的跟他干 同归于尽 要么呢你去包天天的你去去拜一拜 没有办法 上访是最没有意义的啊 我再说一遍啊 你找我也没用 是不是 我再劝你不要上访 如果你是一爷们儿 你是铁血爷们儿 去干他呀的啊 如果你觉得你没有这个本事 没有这个勇气 你去包包的这个祠堂里面啊 去磕一个头吧 去哭一场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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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